那四页五条戒是什么意思啊 五条就是根本戒 五个戒律就是恭敬丧师 不舍无丧 什么叫不舍无丧 恭敬丧师大家都知道了 一定要对你的丧师一定要恭敬 不舍无丧 你不可以把你自己认为 无丧的菩提 你把它舍去掉 你不是 如果我们活教徒 我们经常花这个 无上的道心 无上的道心 花了无上道的道心 你已经发现要当活教徒 要花心了 花了无上道心 你把它舍去了 就是舍掉无上 那都是幻戒的 不间断 密咎即所应 你在修法当中 你一定要念咒 一定要念佛 一定要持咒 还要结所应 不间断 师尊是不间断的 念摇持三根本 念摇持金母 念阿弥陀佛 还有念 一丈王菩萨 有时候持咒 有时候念佛 摇持金母 Om 金母 摇持金母 Om 阿弥陀佛 Om 哈 哈 哈 为 三文耶 所 哈 每天持咒 一醒过来 我就念摇持金母 就念阿弥陀佛 念地藏菩萨 自己的三根本 不间断的持咒 集结手印 结他们的手印 对于已经入正道的 必须要发 这个已入道的 进入这个正道的 已经进入正道的 都要发恭敬的心 都要发出恭敬的心 对非法器的 要保守秘密 也就是说 这个人根本就不相信 什么你 跟他这个 你给他讲无上密 这个人本身又没有信密教 你就给他讲无上密 在以前是不可以的 以前是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 五条根本界 这个五条的根本界 是哪五条 现在已经跟你讲了 事业五条界 那我们下期待